女士先生們歡迎來到劉醫師的秀 這個是一個算是我本人要做的一個算是代狀的節目 然後今天是首場 然後希望我們現在有製作的團隊 然後把這個內容完整的先PO上YouTube 然後其實我也是因為之前有很多的材料上YouTube 然後今天才被發現到 當點播率2萬的時候 我慶祝我已經變網紅了 但是後來200萬的時候就已經沒有感覺了 好 那很高興今天有這一個好的機會來跟在這麼好的場地 來分享一下我個人的一些經驗 所以我們要談的在這張幻燈片上面這張Post上面就已經秀出來 今年的主軸我要談的非常重要的議題叫做逆轉 我們人生有很多不如意或者是很多的不順的事情 然後越走越糟的時候 我們希望的就是這件事情發生 就是逆轉 但是我當然要用個人的經驗來分享 我怎麼樣逆轉我以前的肥胖還有以前的慢性病 那講慢性病逆轉這個字 我現在身處台灣最高學府對不對 要在這邊敢講這句話 要非常有膽量要非常有膽量 那但是你現在隨便問一個醫生 他開糖尿病的藥給你 他開高血壓的藥給你 他有沒有告訴你吃他的藥可以逆轉 有沒有這樣的說法 或者是有沒有這樣的醫生給你做這樣的保證 我相信是沒有的 但是今天既然講出來了 就得要證明 不能夠只喊一個口號 也不能只是隨便說說沒有根據 沒有證據 沒有一些的能夠顯示出來 來說服各位 所以我今天就用這個坎坎而談的時間 來跟各位分享 特別是我個人的經驗 然後目前我在幫助很多人來做這個逆轉 那也已經看到很匪然的成效 剛才我們明軒他站起來這樣 這麼帥 那外面有很多醫美的療程 但是療身體是沒有辦法的 大部分是做臉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來研究一下 看我們身上有一些 你認為不可逆轉的 特別是代謝性的問題 慢性病的問題 退化性的問題 年紀到了 我們是不是就沒有辦法代謝掉 是不是就沒有辦法 處理這些慢性病的問題 那就讓我來帶各位走這一趟逆轉的旅程 好 那這一本 這個是我的書名 就是我的書名新書 我幾年前出一本叫做 笨蛋問題都出在醫美 那現在第二本 笨蛋系列問題都出在三餐 那所以今天我也是因為這本書二月初上架 然後我在做一系列的新書發表會 所以我今天也是要分享書的內容 那當然書的內容跟我們逆轉 這件事情是息息相關 肥胖本來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肥胖本來就是一個慢性病 而且我稱它為慢性病的班長 那如果你的身上的慢性問題 不見得是肥胖 沒關係你就把 我講肥胖這個字 你換成您的慢性病 那也都大概相通 也都大概的合用 那如果你有代謝的問題 如果你有肥胖 如果你有血壓 血糖 血脂 尿酸等等 很難代謝的東西 而如果特別是肥胖 你吃滿了三餐 那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永遠無法逆轉 這就是我這本書 《開宗明義》 先罵在前面 你吃滿了三餐 而且你認為 吃三餐天經地義 吃三餐 就可以每天得到你所需要的營養 那事實上 我馬上就要說你大錯特錯 就是你吃到的 不見得會是營養 你吃到的很多的熱量 而導致你後來都代謝不掉 所以我今天想要用一些的案例 用一些的證據 用一些的資料 來給各位 希望能夠說服 您不要吃到三餐 不要吃到三餐 我是從小就移民到阿根廷 所以我在那邊 布宜諾塞利斯大學醫學院 拿到醫學博士 在座有我哥哥我們兩個是同學 那都是在這所學校 那這所學校來頭是不小的 在世界醫學院的排名 是超過台大醫學院的 那我另外有約翰霍普金斯的 這一個公共衛生研究所的 公衛博士學會 是讀醫療政策與管理 所以目前我是一個醫療的企業家 都有照片看圖說故事 在這一場演講裡面 大家會看到本人大量的裸照 據說製作單位還要要求 我等一下還要再秀一下 我還要再變裝 好累 但是既然今天大家 歷齡這麼重要的休閒的時間 都用在這裡 一定要讓各位值回票價 那以前呢 我演講都說 哇可以看嗎 就要先給他看 然後我說 可以看 就已經很勉強了 演講費也沒有多少錢 我說這樣很難談 然後還說可以摸嗎 我就說 那這個價錢就私下講 好不好 這太難談了 這樣還要摸 那當然大家想要驗證 因為我五年前 爆肥 105公斤 那現在怎麼剪下來 怎麼變成這樣 那我現在是一個 重訓狂 肌肉控 我想要練出全身 一塊一塊一塊的肌肉 目前是 真的有達到 我這張照片是在上個禮拜照的 那 我很喜歡練肌肉 但是它有很大的功能 肌肉是 就是 讓你的慢性病 能夠不上升 你要有肌肉 好 那我的經歷方面 現在也做一些醫療企業 但是大家如果注意看 我有一個餐飲的事業 所以我會教人家怎麼吃 甚至更重要是教人家怎麼不吃 但是我自己本身也是美食專家 所以在減肥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會以為 這個不能吃 那個不能吃 哎呦 都好痛苦 每次每一餐在桌上 看到食物 就是充滿了罪惡感 但是我今天會教各位 一招 就是當你不吃的時候 當然你是做得很好 你不會暴飲暴食 但是當你吃的時候 就可以非常享受 這個我稱之為 我本人的流氏減重法 裡面的一個非常 吸引人的地方 吃的時候非常自由 那據說 台灣 有很高的比例的人 曾經減肥過 所以我就問各位 在座 大家誠實一點 曾經減肥過的請舉手 這個比例 我覺得在座還有一些人不誠實 好 沒關係 但是 但是大概有85%以上的台灣的人口 是曾經嘗試減重過 當然也有一些紙片的 那種模特兒已經瘦成30公斤的 他還是覺得自己胖 那也是減重過 那這些 這個比例 其實告訴我們台灣本來就是亞洲 最肥胖的國家 兩個男生有一個 絕對是過重的 那女生大概三個有一個 但是女生的問題倒不是在體重 而是在體脂肪 所以也許體重正常 但是體脂肪還是超標 體脂肪超標的時候 你仍然有慢性病的危險 那有很多種的減重方式 都琳琅滿目 我聽說過喝檸檬水 喝10天減10公斤 恭喜你 但是你有辦法一輩子喝下去嗎 那所以當你停止的那一天 你就可能要胖回來了 所以減重100種方法都可以減下體重 但是99種方法都會再胖回去 所以overall減重的成功率 據說不到1% 好 那今天如果大家不打瞌睡 你會聽到這唯一一種方法 是瘦下來永遠不再胖回去 好 那這一張就是我秀最多的照片 就是這一張算是我的履歷表 我的履歷表就不寫字 就是說我這個日期之前我長這樣 這個日期之後我變這樣 那所以我應徵只有一個職位 叫CEO執行長 因為有這樣的執行力 不當執行長還當什麼 不知道 我不適合做其他的職位 好 那以下都還有我的數據 體重 腰圍 BMI 體脂肪 我的腰圍減了14寸 14寸是什麼概念呢 皮帶打一個洞是1寸 所以我的皮帶 一條要多打14個洞 所以拿去給那個皮帶店的老闆 服務一條還可以接受 20條拿上來他就翻臉了 那他說你為什麼不換新的 我說我要演講 所以我要表演那個皮帶 在繞兩圈的概念 這樣比較有效果 好 那腰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男生過於90公分 超過90公分的話 你只要多一公分 你的代謝症候群 也就是你慢性病 糖尿病的罹患的機率 多一公分 多6個percent 10公分也不過3寸多而已 所以這個要小心 女性要在80公分以上 多一公分 慢性病的機率也多6個percent 這都是很準喔 腰圍這個數據是很準的 所以大家要在我演講的時候 摸摸自己的肚皮 然後檢視一下 這個幾乎就是我本人做的 唯一一項檢查 我每天檢查我的腹部八塊肌 他在我就睡得好 他不在我半夜會下醒 因為我減重還沒有太久 所以有時候我會做夢 我還是很肥 嚇出一身冷汗 摸摸八塊肌還在 繼續睡 那是一場夢 那所以 只要這個腰圍下來 像我這個腹肌 大家要問說 怎麼練的 我說我不是練出來 是餓出來的 腹肌是餓出來的 就是你的體脂肪要夠低 我在健身房裡面看到很多帥哥很壯 很大塊 可是肚子也很大 怎麼練都不會有腹肌 因為腹肌都在 只是沉沒在一層的脂肪底下 所以要它冒出來 要減低脂肪 所以 減肥其實在一般人的認知裡面 蠻困難的 而且蠻痛苦的 但是 所以要 減低這個 痛苦 或者是減低這個 失敗率 的話 那 我有想出 一套的做法 來今天跟各位 藉著這本書來介紹一下 那 我個人在我身上 我就是第一隻白老鼠 所以我會自己試驗 我會自己先做 事實上我做了很長一段時間 才把這一套 慢慢公諸於世 那 最主要就是代謝出問題 代謝這件事情 代謝 我們大家知道 年紀到 以前怎麼吃不會胖 現在 稍微吃胖了 為什麼 好像代謝變慢了 好 但是咧 現在 有很多種證據證明 代謝是可以逆轉的 代謝可以逆轉 好 我們講名人好了 現在這個網球 大家如果對網球有興趣 Roger Feder 變成世界第一 幾歲 36歲 這個年紀又回到世界第一 不太 不可思議 不太可能 那女性的 Sarina Williams 這一種都是 都是很 年紀很大 都生小孩還是世界第一 那現在都有這種趨勢 我練肌肉開始是被一個隱形所影響的 20歲生日的那一天 我去看了 洛基第四集 大家知道我的年紀 洛基第四集 西維斯史特隆 有聽過 最近有謠傳他死掉了 結果後來他為了要辟謠 他就說 70歲又是幾歲多年 還在健身房練肌肉 像這種的趨勢 還有阿諾史瓦辛格加州州長 奧林匹亞健美先生 現在70幾歲 也是一樣 跟史特隆一起上健身房 那我就是追隨這兩位偉大的人物 我就是看史特隆 當時我是20歲 然後全身排骨 那個時候我瘦 那我看到史特隆的肌肉 我隔天就到健身房報到 135上健身房 到今天 沒有間斷過 32年 所以我 練肌肉 我打算也練到80歲 我的腹部八塊肌 希望能夠維持到至少98歲 這些都是有可能的 不是亂講的 所以這叫做 我在自己的身上 驗證一件事情 叫做逆轉代謝本身 這件事情很驚人 講出來要做到 不能只有講 那我今天也52歲 我另外一件事情 我很愛跑 跑 我現在52歲 跑的比我25歲還要快 而且跑的距離還要長 然後跑的強度還要高 那等一下我會 鼓勵各位 好好的跑 那怎麼跑 我等一下再交代 我等一下再交代 所以 我當時就是 在慢性病的 所有的慢性病的門口 我覺得事情不妙 我才開始做一些改變 那我今天可以站在這邊 我非常感謝上帝 因為我退回來 而且我正在享受 我人生最高 最好的健康 就在現在 而且 人 剛才董事長在講 我們要規劃 我們的財務對不對 我們要 可是現在很難規劃 為什麼 因為 你知道人現在 現在的技術 醫療可以活到幾歲嗎 現在已經出來一些概念 比如說AI這種概念 但是現在的概念 已經講到人不死的概念 但是不是不死啊 不死實在太可怕了 但是有講到 人如果做好 現在所有的規劃 醫療上面維持健康 做好 你可以活到175到200歲 所以你的規劃 你的財務規劃 可能要拉很長 你說65歲退休 你還有135歲可以活 看到大家的臉色 就覺得 這是壞消息 好 所以沒關係 我們的課程會一直上下去 然後就幫你再多規劃 135年就好了嘛 小事一樁 大家不要緊張 好 那我做到就是這些事情 越老跑越快 越老越筋肉 不是只有肌肉 那些筋 青筋都爆出來 然後 越老越有勁 然後 越老越有行 現在沒有辦法跟年輕人去比帥 但是現在只有比行 因為本人有一介梁家輝之稱 那 甚至有人找我拍電影 那 那 重點是 行要維持住嘛 對不對 因為我以前比較像洪金寶 那現在比較像梁家輝 所以我很珍惜現在所有的 OK 那 好 減重的迷思 好 我現在列出了 這些都可能是各位聽過很多的 哇 什麼不能吃 什麼要做 哇 這個外面講太多了 很多人在討論這些事情 那我稍微討論幾樣東西 好 不能吃澱粉 好 現在坊間最暢銷的書 其實叫做生酮飲食的書 本人的書上架第二週 有衝到排行榜第三 但是那前兩名都是生酮飲食的書 故若金湯永遠暢銷 那 不能吃澱粉 對還不對 嗯 好 有很多種的講法 那生酮飲食是鼓勵少吃澱粉 那 少吃澱粉我也非常的 我也非常的贊同 但是零澱粉的話 要小心 會致命的 好 好 我會鼓勵人家少吃 那少吃就會有人講說 啊你少吃你的基礎代謝率就會變低啊 所以你還是怕 你還是受不下來啊等等等等 有很多種的講法 但是咧 自己要去驗證最重要 所以我驗證過了 我可以偷偷跟各位分享 有 有沒有人知道我一個禮拜吃幾餐 七餐 我目前是一個禮拜吃七餐 那我一個禮拜吃七餐 當然不是每天一餐啦 我二次是整天不吃的 那 那我吃七餐 然後 我的體重齁其實在一週內 我週間吃很少 我週間只吃三餐 那我週末我會再多吃四餐 那我週間吃很少 所以我週間的體重 我會在禮拜五的早上量 會是我當週最低 最低 最低 那我經過週末 我會在禮拜一的早上量的時候 會是我當週最重的時候 你知道會差幾公斤嗎 七公斤 意思就是說 我每週都減重七公斤 每週 然後已經五年了 那這個就是要破除什麼迷思 就是你說基礎代謝率會降低 我做了五年喔 每週減七公斤 每週減七公斤 我沒有變任何 沒有什麼基礎代謝率降低啊 變慢啊什麼 沒有 只要這樣一直做下去 你要減幾公斤就可以減幾公斤 好 吃素才健康 好 這個又是一個極大的迷思 吃素 我認為是所有的飲食裡面 最慢性病的一種疾病 可是吃素 在台灣是非常的 被認為是最健康的飲食 但是我的體驗是 幾乎是最不健康的飲食 有一個理由 那我們吃 我們吃 東西吃三種嘛 澱粉 蛋白質 脂肪 好 所以我們在走這三條路徑 有的時候走A 有時候走B 有時候走C 但是你如果 純吃素的話 你幾乎只有走一條路徑 就是澱粉 那澱粉的路徑 最可怕的地方在哪裡 它會導致你的血糖跟你的 胰島素 巨大的波動 這個就是慢性病的根源 所以生酮飲食叫你怎麼吃 可不可以大聲一點 不要吃澱粉 應該不夠準確 吃脂肪 好 你的澱粉跟你的脂肪的比例要對調 蛋白質不變 蛋白質不變 不是多吃蛋白質 不是 多吃脂肪 那為什麼這樣健康 因為脂肪吃下去 胰島素靈波動 血糖靈波動 健康 講到現在還是 大家都是有 那個臉色都覺得 幹嘛呢 真的假的 我剛剛在樓上 因為排隊排了半個小時 我才吃到這個筷子 吃了兩道菜我就下來了 那其中一道叫做梅肝扣肉 那大家 我桌上的人都一直吃梅肝 那我一直吃扣肉 好 這個就是要解釋 你們認為梅肝健康 我認為扣肉健康 然後可以大家做實驗 就是每天我一直吃扣肉 你一直吃肥肝 然後一年以後量一下 看誰健康 那可能會跌破各位的眼鏡 這個就是生酮所講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 雖然只吃七餐 我每天都在研究 外面的餐哪一個很生酮 所以我昨天跟我哥去吃麻辣 喔 超級生酮 今天我吃到飽喔 今天再秤還更輕 這幾招 如果大家跟我好一點 我都會教各位 就是那種吃吃吃 哇 吃到 我們的形容叫做 背盤狼吉 吃到這種程度喔 然後隔天秤 竟然更輕 那另外一個人 喔 好小心都吃青菜 然後隔天秤比較重 所以他會去撞牆 這種招數我特別多 好 那 練肌肉 男性女性 一定都要練 沒有例外 練肌肉是 因為上帝給我們每個人都一樣 有206塊肌肉 你如果不練 它會變成你身上的累贅 但是你如果練 它會變成你代謝的最好的器官 就是肌肉 所以 一定要練 那 大家聽過 上了年紀練肌肉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 大家以前不是有 孤城雲的事件嗎 他是他看手機踩空 然後碰到後腦勺 就 就走了 那這件事情 其實問題不出在 他走路不專心 問題出在 他下盤肌肉流失 才空 然後才致命 所以我教人家練肌肉 第一招 什麼器材都不必 叫做深蹲 這樣 每天都要做 每個人都要做 因為這樣做 你下盤的肌肉 不會萎縮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 安全問題 年紀大 你肌肉有1.5%的肌肉 會正常的流失 在一個 大概55歲以上 你會有這種現象出現 沒有感覺 有一天 你突然間跌倒 所以跌倒 是老年 老年人是最可怕的事情 這些都有統計的 好 減重怎麼可以吃牛排 減重餐裡面 一定要吃牛排 最好還有油花 而且油花不能剃掉 你說 和牛到底好吃在哪裡 在他的油花 所以不要害怕 不要吃瘦肉 昨天我諮詢一個病人 就是 聽了半天我就說 要吃油花 他就說 要吃瘦肉 我說我是在講日文 好 我很養生 但是每天 喝新鮮果汁 還脂肪肝 所以大家要知道 體脂肪 不是吃脂肪來的 體脂肪是吃糖來的 這些東西 都很一般的姿勢 可是 我卻發覺 極大部分的民眾 不太有概念 糖才是脂肪的來源 而不是吃脂肪 吃脂肪不會有脂肪 吃脂肪會長肌肉 要練 所以這些 很多的觀念 我是一個講員 是專門顛覆 人家的原有的思考的 所以你現在進來 你對減肥 你對慢性病 對這些的疾病的 原有的觀念 100個進來 我推翻101個 通通沒有用 那外面這種資訊很多 對我來說都是垃圾 垃圾咧 不是說它沒有價值 垃圾你要夠專業 你就會把它變黃金 大家知道主機板有黃金 可是你給我 沒有用啊 我弄不出它裡面的黃金 所以要夠專家才炸得出 那裡面的精髓最有價值的部分 那在慢性病上面 我帶各位來尋找黃金 好 那肥胖呢 肥胖是一個狀態 最主要它是發炎 肥胖它是慢性病的主角 它是慢性病的班長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它 好像一股悶悶的火在你裡面燒 而且24小時燒 然後燒燒燒 出大問題 好 再顛覆各位一個觀念 以前說心血管疾病是因為 血管阻塞嘛 好 為什麼會阻塞 以前講膽固醇 但是如果你的血管是健康的 它沒有理由被任何東西阻塞 血管內壁是非常光滑的一個組織 唯有發炎的時候 它才會變粗糙 然後才會黏著東西 那黏著的也不見得是膽固醇 膽固醇現在已經沒有醉了 所以請大家每天多吃蛋 還是很多人害怕 不可以吃蛋 我慢慢地說服你 香菸是在2016年的前半年 被認為是人類的健康最大的殺手 所以我常常會講戒菸治百病 但是呢2016年的下半年 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改口 稱肥胖才是人類健康最大的殺手 香菸已經退居第二 但是我最害怕最捏冷汗的人 是肥胖又抽菸 這種人在自殺 絕對是的 好 那發炎 台灣人就會吃消炎藥 那這樣對嗎 大家都知道不對 可是有什麼方法更好 那當然就是減重 所以第二個自白病的叫做減重 那減重發炎就會降下去 然後慢性病就會漸漸地消失 所以我105公斤的時候 慢性病 山高 就是中山高 北二高 加機場快線 全部都有 現在還再來一個北宜這個 雪碎的那個5號 那 都有 但是呢我現在72公斤 都沒有 有一個東西很頑強叫痛風 我有痛風的基因 我就發現喔 體重喔 因為我可以多7公斤嘛 72加7 79的時候 有一點蠢蠢欲動 可是如果72 永不發作 痛風喔 這個 它對體重那個 敏感度超高 所以昨天我吃麻辣 我也還偷喝啤酒耶 回家還沒事耶 這個就是因為體重控制的好 偶爾做一下 當然不能喝一打啤酒啦 喝一打啤酒回去可能就 就開始了 好 那 減肥吃減肥藥 我認為就是最愚蠢的東西 吃藥的減肥法 如果試過 大部分的人都會講 吃那個藥很痛苦 為什麼 因為減肥藥裡面就是 只要有效的減肥藥喔 他都會跟你講 這是中藥 沒有 裡面都有安菲他命 喔 小心喔 會吃了會心跳很快喔 那安菲他命最主要的功能是什麼 就讓你沒有食慾嘛 安菲他命在吸食安菲他命的人 他可以幾天幾夜 不睡覺 而且不用吃東西 然後精神很好 所以這些東西 摻在減肥藥裡面 很有效啊 但是保證的是 你不吃馬上胖回去 所以這一招 早就已經沒有用了 早就已經 過時了 如果你現在還在吃藥減肥 我說你太落後了 你應該要update你一下 你的嘗試 你的醫學知識 因為我有不吃藥 而且更有效更健康的方法 好 有一點很多人 我覺得必須要說明 你認為你吃一餐很豐盛的餐 你吃得很營養嗎 其實不是 大部分都是吃了很多的熱量 好 熱量不等於營養 這個是我要傳播的概念 熱量 就是 蛋白質 脂肪 澱粉 都一克有4卡 一克有9卡 一克有4卡 這個4卡叫做熱量 所以你吃的大部分都吃這些東西 吃一吃 好 給了很多熱量 但是營養是什麼 營養不是熱量 維他命C是營養 請問它有熱量嗎 沒有 好 所以前一陣子比較冷 那我又吃得很少 所以我熱量很少 我老婆就說 不是很營養 怎麼會怕冷 我就嚇了一跳 只有我老婆可以挑戰我 後來我就回神 我說老婆你錯了 你很有熱量 但是我很有營養 我很有營養 但是我還是會怕冷 那只不過是熱量的問題 沒什麼大不了的 多穿幾件 背蓋厚一點就好了嘛 所以我們通常是睡同一個床 但是蓋不同的背 他蓋兩層我蓋三層 這樣 好 那熱量呢 過剩是肥胖 但是營養不良 所以肥胖是這種狀態 它是營養不足 但是身上脂肪最多 那脂肪最沒有營養 可是最多熱量 但是脂肪很好喔 你現在要減肥 你不要討厭脂肪 因為你要燒它 燒脂肪 來提供你身體的熱量 這個就是我在做的 我吃七餐 就是為了我可以 一直處在燒脂肪的狀況 好 那熱量呢 我們盡量少 營養盡量多 這樣慢性病就可以解決 這個方向才對 大家都是 現在我覺得最諷刺的是 大家都吃出病來 大家都知道病是吃出來的 好 那吃出病來 卻還在一直想 我還要再吃什麼 才可以把病治好 好 現在就要開始帶各位 答案不是 吃出病來答案不是 再吃什麼了 而是不吃什麼 好 才是治病的方向 所以吃那麼多 吃出病 現在教你不吃 所以你一天大概 就是說每天一定要吃三餐嗎 這個要問 人類吃三餐的歷史 並不長 應該算是都會 都市化或者是工業革命以後 然後 這個餐飲變方便了 所以才有可能吃這麼多餐 台灣又是世界最方便的地方 台灣人是沒有7000是活不下去的 因為太方便了 可是方便的後果是什麼 方便的後果就是吃過剩 吃太多 好 那來跟各位來上一下英文課 Break fast 知道嗎 什麼意思 早餐 好 但是它是兩個字的組合 Break跟fast 好 Break是什麼意思 打破 阻斷 好 破壞 Fast是什麼意思 知道的不要講 因為已經有人知道了 Fast 英文程度比較差的 會認為是很快 但是Fast它是一個 醫學專有名詞 叫做禁食 禁止的禁 就是不能吃東西 叫做Fasting Fast是不吃 好 那這個字已經告訴你了 不吃才是正常 破壞吃 破壞禁食叫做吃 所以正常是不吃 吃了就變不正常 好 好 你們很後悔來參加這堂課 吃了是不正常 越吃越不正常 越不吃才會越正常 所以這個字已經告訴我們 常態應該是不吃 那不吃會餓啊 好 那再來討論 所以現在的人 我們現在在都會裡面 常常問他 奇怪 八點吃早餐 十二點又要去買便當 甚至有人十點才吃早餐 十二點又要吃了 為什麼 很好 我就是要聽到這個 時間到了 這個答案 大家都知道 因為時間到了就要吃啊 你沒有在思考 你要思考 為什麼 應該是餓了才吃耶 對不對 好 那餓 什麼叫做餓了 多久才餓 好 這個話題就是我想要討論 事實上餓是可以訓練的 真的有在訓練餓的人 他可以餓很久 我們網路這種 資訊發達 還真的看過 世界紀錄 只有喝白開水 可以活幾天 將近四百天 這個人 看起來有點像植物 因為他是光合作用活下去的 有這樣的人喔 不要以為沒有 而且他活得還很健康 好 所以餓 可以餓久一點 餓越久才吃 你就會越健康 所以你吃三餐 肯定你不會健康 所以你就要從 平均每天吃2.8 2.6 2.5 2 1.8 我就是在做這樣的規劃 在幫人家執行 那我自己就做到1 好 1其實我還算不是很厲害的 還有人很厲害的 我有諮詢一個年輕人 我以為他有什麼慢性病 結果他一個禮拜吃4餐 我說欸 是你要諮詢我 還是我要諮詢你 我只做到7耶 他已經做到有精神問題了 他說他吃一餐都超級罪惡感 我說好 還是我教你 因為我7餐吃得很享受 所以這個吃不吃吃 這個吃幾餐 吃很重要 所以重點是不吃更重要 只要大家學會 如果你有慢性病 你學會不吃 這一招 叫做飢餓自白病 所以我剛才講了兩個自白病 一個是戒菸自白病 一個是減重自白病 現在我講第三個 叫飢餓自白病 飢餓可以依什麼病呢 大家有沒有聽過癲癲 癲癲最好的治療 不是癲癲藥物 是飢餓 這件事情三千年前 羅馬帝國就發現了 羅馬帝國的士兵 發現一個人在抽筋癲癲 完全不知道怎麼做 就把他關到黑牢 關三天 好了 因爲他也沒那麼痛苦 那他 他是可能是被餓到全身貪軟 然後再也沒辦法癲癲了 可是後來發現 飢餓治好了他的癲癲 所以現在你如果癲癲的病人 不是給他吃藥 是給他關到大牢裡面 你不能接受 可是這個是事實 這都有研究 那飢餓的癲法 我想要在台北開 我知道開了一定 創業一定失敗 因為這種創業的proposal太爛 在台北開飢餓的癲癲癲癲 啼笑還是不要好了 但是我真的想要做這方面的療程 來教各位怎麼藉著飢餓 治好你身上的一些很頑強的疾病 所以不是每餐都需要吃 大家要先去想這件事情 特別是我都會建議人家 午餐不要吃 就是8點吃早餐 12點就不要再吃了 因為通常你都不會餓 你也不需要 然後晚餐了不起早一點吃 就這樣就解決了 兩餐可以活得好好的 從來沒有人說一天吃兩餐 他會跟我講說我餓得受不了的 沒有這種人 保證沒有也沒那麼可怕 所以減餐才是解答 進食才是醫療 才是療法 才是醫法 才是有效的醫法 而且不用藥 那古埃及有諺語 我們在台北嘛 台大 英文程度都要很好才對 所以這一句 其實很多人知道了 Humans live on one quarter of what they eat on the other three quarters leaves their doctor 就是說你其實吃你的 現有的食量的四分之一 你就活得下去了 那你多吃四分之三 都是給醫生賺走的 這個意思啊 那還有一個比較通俗的 不是講 an apple a day keeps doctors away 對不對 這個我比較喜歡大陸的翻譯 就是你每天滑蘋果手機 就不會得博士學位 這個翻譯我非常喜歡 還好我拿到博士學位的時候 還沒買蘋果手機 還好 但是概念就是這樣 你吃太多了 你吃的東西往往 讓你得去看醫生 你多吃的到後來你就得去 多做治療 多看醫生 多吃藥多開刀 美國有那種 電視節目叫做 My 600 pound story 就是我都吃到600磅了 才發覺 我應該減肥 那 他已經 翻不了身 然後要去看醫生 不是送救護車喔 要送推土機 因為推土機 才把它弄起來 而且要把他的門拆掉 他才會出去 像這種 這種的問題 為什麼會造成 他一天要吃一萬大卡耶 還不會飽耶 所以這些人 到底哪裡出問題 其實要從大腦先下手 你真的需要吃這麼多嗎 這個事情都在大腦裡面 所以 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的 starvation 就是你稍微餓一下 好 紅字注意看 fasting 就是最好的藥 這一個是誰講的 這一個是 西方醫學之父喔 他所說的 一個希臘的 當時的哲學家 也是一個 算是醫生 他講的 飢餓才是最好的藥 好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這句話 太 至理名言 應該要再重複再提醒 好 那怎麼飢餓 怎麼去享受飢餓 我上TVBS看板人物 我的標題就 享受飢餓的醫師 不是說 飢餓這麼好受 有人問我 你現在會不會餓 我當然會餓啊 我還是人啊 雖然被稱為鋼鐵醫師 但是我還是人 我還是會餓 可是餓咧 如果三餐都吃 時間到就吃 你一定很排斥飢餓 你認為飢餓 絕對不可以有 人則不可以飢餓 我又不是吃不起 但是我可能會叫你少吃一餐 少吃兩餐 那個時候你要開始忍受飢餓 一直到你一個禮拜吃七餐 你叫做享受飢餓 但是享受不是用 不是用感覺來享受 因為感覺 沒辦法享受 因為飢餓真的肚子咕咕叫 手發抖冒汗 怎麼樣 很不舒服 可是它帶來的 百億無一害 飢餓還有被證明 可以再生 大腦的細胞最近 以前認為大腦的細胞死 死掉以後不會再生 最近 有一個地方 被研究出來 可以再生 叫做海馬回 海馬回 海馬回叫做Hippocampus 那這個地區的 細胞可以再生 一天可以再生七百顆細胞 那這個細胞 剛好是管記憶還有情感 就是失智症的人 如果是初期 它再生這些細胞 它可以恢復 早期的 那請問是怎麼樣才會再生 唯一一個方法 飢餓 這個是哪一個學校研究出來的 我也一定要講 約翰霍普金斯 這個一定要講 怎麼可以不講 就是我的學校的學者研究出來的 好 所以當你覺得 你有什麼身體有什麼毛病 你不知道怎麼醫 你也都不要去看醫生 你先餓看看 搞不好都可以解決 只是 那怎麼沒有醫好 你打電話給我說 我有餓了 怎麼沒有醫好 我的答案只有一個 就是你沒有餓夠 那人家電視 那個房地產那個叫帥過頭 我要教你餓過頭 餓過頭 你就成功了 那什麼叫餓過頭 餓到 肚子咕咕叫 手發抖的時候 就去吃 你就餓失敗了 因為你沒有餓過頭 你要餓到不會叫了 那個叫就是肚子在炒糖吃 知道嗎 因為身體大腦在炒 像一個小朋友 沒有躺 炒著我要躺 我要躺 所以他就哭哭叫 手一直抖冒汗冒汗 不舒服 在那邊跳在那邊 暴跳如雷 那你如果是一個好爸爸媽媽 你會給他躺嗎 好 你就不給他躺 他到後來就跳跳跳 叫叫叫 後來也沒力氣就不叫了 這叫做餓過頭 餓過頭的時候 你會進入一個很舒服的狀態 真的 飢餓不像浪潮 一波接一波 一餐很餓 兩餐更餓 三餐快撞牆 四餐快要跳樓了 沒有 飢餓像潮汐 來的時候很餓 退了就好了 有餓過的人 你看 都變詩人了 嗯 好 好 我要教我自己做的 我沒有在做生酮飲食 我在做間歇式進食 那這個東西就是 吃 然後不吃不吃不吃 又吃 不吃不吃不吃 就是這樣 我做一個規律 所以我一個禮拜吃七餐 是這樣來的 好 那我要討論一個 生酮飲食最 討論最多的 就是這個銅體 叫keton bodies 這個東西 據說很好 這個銅體 在身上的濃度 如果升高 你就 它銅體就是身體的一種燃料 一種alternative fuel 就是我們可以選擇 好像油電混合的車 它的能源 比較好的能源 那所以我都稱 葡萄糖是我們一般的能量 對不對 但是它來自地獄 但是銅體來自天堂 我們要燒燃料的話 我們要燒銅體 那間歇式進食 它有 生酮飲食 它會產生很多銅體 據說是一般人的 那個血液濃度 銅體在血液濃度是四倍 注意看這個 這個就是生酮飲食 那這個是一般的飲食 那一點點銅體 生酮飲食 四倍 四倍的銅體的濃度 那大家也知道 癌細胞不能用銅體 只能用葡萄糖 所以我才講 葡萄糖來自地獄 銅體來自天堂 但是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你的銅體的濃度 在身體變成二十倍 就是間歇式進食 不是我老王賣瓜 這個研究 你知道是來自哪個學校嗎 你又猜中了 約翰霍普金斯 我專門拿這個學校的研究報告出來 那這個研究報告告訴我 你說怎麼吃才有很多銅體 我會教你越不吃越多銅體 銅體哪裡來 燒你身上的脂肪 就會產生大量的銅體 比吃什麼生酮飲食都有效 所以我現在講這個 要趕快報導出來 這樣我的書才會暢銷第一名 幹掉那第二名的生酮的書 因為這個方法完勝生酮飲食 我自己體驗這個間歇式進食 四年快五年 因為生酮飲食它非常好 它也很減重 也很可以治慢性疾病 但是它很難準備 很繁复 你在外食幾乎吃不到生酮飲食 因為在外食都是澱粉 所以生酮飲食基本上要自己準備 可是自己準備 好麻煩喔 你上班你要準備便當 你回來 小朋友還要準備便當 喔 準備三天我看你就放棄了 那所以 這些是禁食 為什麼完勝生酮飲食 一句就好 不用吃就贏 不吃就贏 好像欠錢的最大 就是這種意思 免費的最貴 不吃 沒有人能夠贏不吃的人 所以台語說 那個壞人怕小人 小人怕不怕死的人 不吃的人就是不怕死的 不吃就完勝所有的方法 這個就是我的體驗 你覺得講得容易做得很難 我會教你慢慢的做 所以這一張 幻人片 將是我第三本書 要寫的題目 的題材 笨蛋 問題都出在營養 好 所以現在就看喔 葡萄糖 不營養 同體營養 這是好跟壞的差別 剛才講了 海馬蝴 Hippocampus 這個地方 大 大腦的一個很特別的構造 長得有點像海馬 彎彎曲曲的 所以這個部分 它是可以再生的 好 現在這裡有一個圖 這裡有一個圖很重要 我要教各位 有一些事情 是 同 就是 在框框裡面是好的東西 我現在在教營養 好的東西 然後不在框框裡面的字是 不鼓勵的 就是有害的 好 我們一個一個看 框框越大 越重要 好 比如說 High Sugar 高 糖分 這是不好的 寫在這裡 什麼 飽和脂肪酸不好 缺乏維他命不好 這個是 酒精 喝酒 過量 不好 但是有一個東西不錯 從小的開始看 咖啡很好 所以我鼓勵 我不吃東西的時候 我鼓勵各位喝黑咖啡 不加糖 不加奶 為什麼 因為咖啡因是好的營養 那我有一個習慣 我禮拜一吃早餐 我下一餐吃禮拜三的早餐 所以中間有48小時不吃 而且五頓飯不吃 我五頓飯就是禮拜二的晚上 最後一餐不吃 我還跟明軒跟我們有一個爛跑團 去跑 午餐飯沒有吃喔 沒有熱量喔 然後我還去跑10公里 通常能夠跑贏我的只有明軒 那剩下我都贏 那我靠什麼跑 我靠咖啡因 那我通常我在松山運動中心 我會跑30圈 那我跑前10圈的時候 老實說蠻痛苦的 可是我開始跑11圈開始 到15圈20圈的時候 我突然間覺得 我可以一直跑下去 因為我進入太陽冷的狀況 有人看我跑 他說 哇看你跑已經跑到殘的境界 我說我是人 怎麼突然間變殘了 那他就說行雲流水 我說我還是聽不懂 是腳沒有著地嗎 他說就是跑得很 我真的可以這樣一直跑下去 不用能量喔 咖啡還比一杯果汁還好 差別就在於營養這件事情 我們再看喔 這個字很少人知道它叫什麼 Resveratrol 它是一個很有名的營養素 叫做白梨乳醇 這個在葡萄裡面 有很豐富的這個東西抗氧化 所以鼓勵多吃 這一張照片 我是從那個tap上面結錄出來的 那calorie restriction 放這麼大 就是熱量要限制 A老鼠 你三餐都餵它餵到飽 B老鼠你一天餵它吃一餐 而且限制熱量 就是 差不多就等於人一天只吃400大卡 這隻老鼠活得比 另外一隻老鼠兩倍的壽命 這個是證明的 藍莓 blueberries flavonoids是植物類黃桶 心啊 這裡有一個叫做 curcumin 這一個東西叫做薑黃素 非常的消炎 好 那 我喝一口水之後 我會講到最重要 最大的筐又來了 老王賣瓜又來了 這是什麼 賤歇斯金斯 好 這個TED也很有名 我把列在這裡 然後 蔣元又是來自約翰霍普金斯 嘿嘿嘿嘿嘿 我就喜歡講這個學校 好 那這些東西就是告訴我們營養 那 你會發現 越不吃越營養 熱量越限制越營養 這些都會顛覆各位的觀念 沒有熱量 才是會有營養 好 那營養會出來這些東西 剛才我講咖啡因 或者是人 人體要健康 有幾個荷爾蒙 我會提 比如說 腦內肥 Serotonin 就是叫做血清素 叫多巴胺 然後腎上腺激素 Cortisol 叫做皮脂腺素 這些東西 你吃很多熱量都不會有 但是你不吃 你越不吃 這些荷爾蒙越多 那你就活得越 這是我認為台灣就活得太安逸 太小確幸 然後這些東西都沒有 應該被逼著狗急跳牆 那個叫做腎上腺激素 應該要多一點這些東西 你才會 這個人整個活起來 而不是靠熱量 靠熱量 通常的結果都是昏昏沉沉 好 我現在要分享另外一個 我在台灣碰到的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個人鼓勵大家多吃牛肉 我遇到尼姑和尚來諮詢 我照樣跟他講吃牛肉 你這個人是青脈 你是沒有看到我 你在跟我講牛肉 我說沒有辦法 我只看到牛 因為上帝創造牛在那邊 那很多人就說 我不能吃牛 可不可以用別的東西代替 我說你要把牛變成兔子嗎 我沒有辦法 我做不到 因為牛就長在那邊 就這麼可愛 而且他 一直被怪罪 說什麼 什麼溫室效應排放是牛放屁 所以不要吃牛 那我的解決方法就是 把世界的牛全部吃光光 他就不會放屁 那 牛肉 我很愛跟吃素的人抬槓 我就說 牛吃什麼長大 對嘛 好 豬吃什麼長大 要說台語 噴 這個字沒有翻譯 這個字 台語博大精深 我很喜歡 我雖然出國20年 我台語覺得很好 噴 但是你要吃 豬吃噴 你吃豬 你吃豬 你吃什麼 那 但是我跟 我跟吃素的人抬槓是 牛吃草 我吃牛 我吃什麼 我吃素欸 邏輯上沒有缺點 沒有破綻 把黑的講成白的 辯論會就是要這樣變 欸 我吃 牛吃草 我吃牛 我吃草 欸很健康喔 那 紅肉只是會被勾病說 欸會有致癌物 好 那是因為 在座有沒有日本人 日本人做燒肉 知道嗎 火燒到肉 所以有致癌物 可是同時你火燒到任何食物 也都會有致癌物 所以不是只有肉的問題 那你說魚 魚很 大魚吃小魚 越大的魚越毒 現在大家都知道 大牛小牛都吃草 不會有事 你說草裡面有 草裡面有農藥 那你可能沒有看過 阿根廷的澎巴草原 是台灣的四五十倍大 你會去噴四五十倍台灣的農藥嗎 不會啦 所以不會有農藥 不會殘留 所以安全 好 那阿根廷又是一個踢足球的國家 那我常常會教台灣人國際觀 國際觀其中一樣東西 你必須了解的是足球 阿根廷踢足球 那世界盃 一百天之後就來了 今年 世界盃得冠軍的國家 四年會有一次 四年會有一個冠軍隊伍的國家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二十幾屆的冠軍 沒有一個不是吃牛肉的 那你還說牛肉不好 那為什麼吃牛肉 跟踢足球有關係 因為踢足球 是要跑九十分鐘 唯有唯一一個運動 連續要跑九十分鐘 就只有足球 那你說可以跑九十分鐘的食物 不營養嗎 當然是最營養 所以我鼓勵各位吃牛肉 那這個就是有一個故事 兩個病人在做化療癌症之後 那一床堅持吃素 就好像蠟燭要花去 然後咧 另外一床的家屬看到 這事情不妙 就偷偷出去 那個醫院旁邊 買一碗牛肉湯 然後給病人喝 一喝 整個人跳起來 牛肉我都還沒吃喔 只有喝湯而已 所以我非常喜歡台灣 最棒的一道 叫做牛肉湯麵 沒有錢吃牛肉麵 喝湯也爽 好 那這個不錯 就是牛肉裡面 它一塊肉 一塊牛肉跟同等重量的 任何一個食物 沒有任何一個食物能夠 擊敗牛肉 營養成分來說 所以我不會管你 你認為 你能不能吃牛肉 我還改變了很多人 我逆轉他的疾病 然後接下去 我說你要吃牛肉 他逆轉的更快 很多人有聽我的話 啊我是因為 我是在阿根廷長大 我熱愛阿根廷烤肉 所以我 一個禮拜一定吃一餐 像這種 然後吃到翻掉 跟我哥一起吃 然後吃到 背盤狼藉 然後他們都說 這樣吃 這個就是要中風了嘛 我說 我不是每一餐這樣吃 所以不要斷章取義 我七餐才吃一餐 所以 而且這一餐是補我的蛋白質 吃到現在 我八塊腹肌還在啊 所以 你不能說我錯 好 我是基督徒 我特別 會在這一段 會在這段幻灯片 我分享一段聖經裡面的話 是 我有一天 我有讀聖經的習慣 所以我早上都會讀四張 舊約一張新約 詩篇六十三篇 第五節 我唸一下 我在床上紀念你 你就是上帝 在夜更的時候思想你 我的心就像飽足了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歡樂的嘴唇讚美你 好 這裡面要注意這個字叫骨髓肥油 那英文 NIV的譯本被認為 英文翻的最好的聖經譯本 它講骨髓肥油是 Richest of foods 什麼意思 最美食裡面的最美食 美食中的美食 是什麼 是肥油 好 上帝都已經跟你講了 什麼才是最好的食物 你不要一直講 蔬果 蔬果 肥油 肥油 我沒有亂拗喔 上帝說的喔 上帝說 你說上帝不對 那你比上帝還大 那我沒辦法 你就是上帝 但是上帝沒有說 要多吃澱粉 再講一個好玩的 我以前住阿根廷喔 阿根廷北部 我們知道台灣叫Formosa對不對 不要以為世界只有台灣一個Formosa 阿根廷有一個省份在北部叫Formosa 而且台灣的Formosa是在北回歸線 我們嘉義北回歸線 阿根廷很湊巧在南回歸線 23度Formosa 因為葡萄牙人看到漂亮的都叫做Formosa 阿根廷那個省份有芒果 有煉姆 有芭樂 更扯的是 它裡面有原住民 像印第安人 長得也跟我們有一點像 然後她的 然後她的 她的 她的語言也很妙 小姐叫做狗牛 然後 Baby叫娃娃 然後長得很醜的小姐叫做馬鈴 更扯的是她有一盤菜 就是牛的那種大腿骨 切開來 給你吸管吸 骨髓 那一盤菜最經典叫 只是骨 只是骨 語言喔 聽說語言來自同一個來源 聖經就這樣講 這個可以證明 欸 只是骨 她就把你放一個牛骨頭出來 很大 好大盆 然後只是骨髓 然後只有吸骨髓 很好吃 很貴的菜 然後 欸 再講一個笑話 這個比較低級 去巴西 然後不會點菜 講葡萄牙文 台灣人去網過 他說 你如果點沒菜你就下去 他就放出來 因為 葡萄牙文的雞肉 我發音一次 加捲蛇 大家學一下 叫做 鴨尼 誒 你不要點菜 你給我撤 那就 雞就端出來 因為叫 鴨尼 好 所以 聖經裡面的 最好的食物 肥油 這個是 非常合乎生酮 的概念 所以肥油 吃下去 你會有 什麼東西 幸福荷爾蒙 吃下去 很爽 好 生酮飲食 就有這一個 特點 你吃下去 非常有飽足感 但是你吃 蔬菜 不會有飽足感 所以後來吃蔬菜 會肥 吃肥油 會瘦 因為你很快就飽了 好 所以 要參考這些事情 那你改變你的飲食 改變你的吃法 那更重要的是 不該吃的時候不要吃 那再配合 吃的時候吃 肥油 吃生酮 那你的疾病 慢慢 很快 甚至很快就會改善 所以我都 我的認知 真理 永遠只有極少數的人 在掌握 好 哪一件事情可以證明 運動場上 你注意看 十個人八個在走路 十個人八個在走路 等一下我再講 這件事情 兩個人在跑路 所以對的人 是跑路的人 好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聖經的案例 聖經 當時所羅門 大衛王的兒子 所羅門王 建了一個聖殿 要敬拜上帝 那他們有一個聖殿儀式 做什麼 聖祭 聖祭 他們就是公牛獻一千隻 這就是我最愛的烤肉趴 表示上帝超愛牛肉 就是這個意思而已 所以頂多還有再加羊肉 所以這兩種肉大概就是我吃的 我吃七餐而已 沒有機會吃到雞肉 我也不吃噴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我建議大家來吃牛肉 然後 哪一天來參觀我的吃牛肉法 保證 30盎司起跳 好 我 現在講的其實不一定是在講醫療 我在講真理 因為真理很多時候都很shocking 真理很多時候都很跌破眼鏡 真理很多時候都很違背 你原來在做的事情 那真理 它會有一個知識跟資訊來產生 根據你所認知的 那你會覺得哪一個對哪一個錯 你會把它匯整起來 然後你會有一套的做法 這個同心圓是我自己寫出來的 每一個字喔 每一樣東西都是我做到一百分的 好 做到後來 這個就是我剛才 我說有尼姑來跟我諮詢 它只吃燙青菜 而且一點油都沒有 但是它卻山高高到屋頂 然後 胰島素 糖尿病打 胰島素很嚴重的糖尿病 然後 什麼都不能吃 還要想要買雞蛋 托家人買雞蛋 人家也不賣它 所以它連蛋都不能吃 但是它卻什麼病都有 但是如果做得對 耶穌說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這件事情很重要 做對的時候 什麼都可以做 所以我最強調叫做 不要以為我叫你什麼都不吃 我叫你享受美食 而且無罪惡感 我講牛肉這件事情 台灣人十個有六個 臉色會變 因為會有罪惡感 但是 我的做法 自由 完全無憂無慮 享受所有的美食 當然 我享受是在我的幾餐內 所以享受也不是放蕩 自由也不是無拘無束 什麼都做 壞事也做 好事也做 不是 這不叫自由 好 所以我現在在傳真理 能不能接受 你個人自己有定奪 我沒有強迫任何人 做我所做的 可是 如果你的疾病一直惡化 你應該要考慮一下 好 那再多講幾個 什麼 女性比較常見的 叫做少肌 沒有肌肉 沒有過重 但是也算肥胖 就是高體脂肪 那高體脂肪 要多多的重訓 要吃肉 吃脂肪 然後重訓 練肌肉 然後這樣才可以把 體脂肪降下去 這就是台灣 比較常見的 就是特別是女性 其實男性也很多 就是脂肪 你要唯一 可以把它換成肌肉 所以以前 所以以前 不是有 比較嗎 兩個一樣高 一樣重 一樣BMI 一個是林書豪 一個是連勝文 差在哪裡 差在脂肪的比例 好 那這個就是 我所達到的 我今天來臭屁一下 我就是這樣 隨便都怎麼樣 可是我花很多功夫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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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最愛 買的叫做西裝 而且我買的西裝要很合身 我現在穿的西裝 都是那種 二三十歲 古貨宅在穿的那一種 那我就去買這一種西裝來穿 英文 健身中心叫什麼 好 另外一個說法叫Fitness Center Fitness什麼意思 Fitness就是 穿衣服都很合身 我們很多人身材走樣 穿衣服是在遮 遮缺點的 但是我鼓勵各位 練好身體 然後穿很合身的衣服 那這個才叫做Fit 那Get Fit 所以我要玩文字遊戲 Get Fit means get rid of fat F中間那個字母差很多 F跟T在兩旁 中間是A還是I 選擇 選擇 人生就是一連串的選擇 你要選擇Fit還是Fat 個人的選擇 好 應該差不多了 最後好 我要講 就是愛爛跑 這個是我的FB的 跑步團 明軒在我這個團裡當團長 那 就是愛爛跑 什麼意思 跑步治白病 不舒服 跑步 情緒不好去跑步 跟老婆吵架去跑步 小孩得罪你去跑步 失戀了去跑步 然後失業了去跑步 怎樣都去跑步 你就會發現 唉 為什麼會有這個阿甘的電影 我就是有一段時間 沒幹醫生 跑出來開餐館 然後每天再跑步 我老婆覺得我壞掉了 她當醫師娘的夢破滅了 怎麼一個老公天天在那邊跑來跑去 到底賺了什麼 我就是這樣跑跑跑 那 好 333的運動很重要 被列為哈佛裡面 人生要達到最好的狀況 有二三十幾件事情要做 其中一個叫做333 那333很簡單 就是一週三次一次30分鐘 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三個3 叫做心跳要130 好 當心跳130講出來的時候 怎麼走 都不會到 快走慢走 往前走 往後走 你有沒有看到人家都可以錄 我不知道在錄什麼意思 是時光最到 嚕嚕嚕嚕少年 還是怎麼樣我不知道 但是走路 永遠不會到130 那不會到130的時候 不會有腦內飛 好 腦內飛自為至關緊要 因為它三個最大的功能 叫鎮定止痛與消炎 就是我們台灣人吃最多的藥 但是咧 沒有一樣藥 可以比我們腦內飛 更強 更有效 更沒有副作用 腦內飛是馬飛 上帝給我們的馬飛 存在我們大腦裡面的腦下垂體 只有30分鐘的運動 心跳130才會釋放出來 真的很準喔 跑20分鐘心跳130 還不會出來 30分鐘才會出來 好 那 我諮詢了半天 還有人 可能有一點打嗑 所以問我說 醫生那 吃什麼才會有腦內飛 我說你直接嗑藥 就有嘛 腦內飛 很容易就吃得到 讓你爽到不行 不是吃來的 是釋放出來的 但是要藉著這樣的運動 所以走路對我來說不是運動 不是說不好 而是它沒有逆轉慢性病的功效 還有很多人 氣功瑜伽 全部都沒有達到130 就不會有腦內飛 不管它多好 拉筋拉半天 拉到脫臼 也沒有心跳130 好 所以跑步無敵 跑步最容易做 跑步不用教 你會走路就會跑步 那鼓勵大家 下次去運動 能跑不要走 我一個禮拜跑50公里 每週跑52週不間斷 所以我一年跑超過2500公里 但是你叫我走 我最多走到捷運站 再叫我走我跟你翻臉 好 這個 這是我在做的 好 膝蓋不要太擔心 跑平地的 對膝蓋沒有什麼負擔 膝蓋像超跑 越跑越會跑 這也是我寫出來的 那請問 退化性關節炎 是跑出來的 還是不跑出來的 名字已經告訴你了 退化叫做沒有去用 才會有退化性關節炎 所以我現在 以我自己當白老鼠 我每年跑2500公里 我是要跑 看跑到什麼時候 我的膝蓋會壞掉 目前為止 都還是上帝給我的膝蓋 我還有痛風喔 跑到現在 痛風不太有了 然後膝蓋的軟骨 還在 還不用打PRP 我很會幫人打PRP 我哥哥也很會打PRP 但是 我現在都還不用打 52了喔 我看我到60 會不會需要換關節 65會不會 注意看台灣在跑馬拉松的人 全部都60歲以上 20歲都在家裡睡覺 不要以為年輕人在跑馬拉松 沒有 都是秒殺的 都是年紀大的 好 那 大概我的 分享 我的這個 帶各位逆轉慢性病 這些撇步 其實我真的 我以為 聽一場演講 不足以改變人 我後來發現 聽過我演講的人 有好幾位 半年之後 突然間瘦了10公斤 也沒有告訴我 他默默的在做 所以 只要方法是對的 你 聽了一場演講 搞不好改變你的生命 你逆轉成功 我恭喜你 我 我只賺你一本書300塊 我覺得緊拍坦 但是 我為你高興 那 等一下 我 搭捷運 推了很多的書來 我很怕 還要再 推回去 喔 這個是我最害怕的 今天沒有什麼好怕的 我只怕推這一堆書回去 那 大家 我會幫各位簽名 我都有準備 一 金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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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筆一支 在這裡為各位簽名 十塊 好 那 可能 等一下會有 Q&A 我可能會被要求變裝 換運動服 秀八塊機 不夠痛 我沒有遇到有這種場子 但是 大家休息一下 好 好 來 我們用最熱的掌聲 來感謝我們的博士 好 謝謝你看 麻煩請休息一下好了 大家精彩嗎 精彩 你看喔 這個知識的取得 真的是太難說了 當然有一些話 你是覺得對的 有些話 你真的是太不以為然了 但是 就好像我曾經有個師傅在問 他說那到底酒 是算是藥還是算是藥 所以就是說 當你這個酒它的釀造 它是以藥食 它是要治病 那它就是一種病 它就是治療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應該說它是一個工具 那就看您個人身體到哪裡